900方匙的这个新甲到底长什么样咧? 发帽着哦! 哇,久到发帽着诶 我一看到我就觉得 完了,这到底要讲,你才能不能懂 我看了它的设计时才发现 幸亏我没有自己设计 所以对于哦,你是不懂怎样装修价的 你们可以看看我这个影片可能很有可能啊 你在拍啊? 拍了,对 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拍过 今天带你们看看我跟阿Ken的新甲 这个也是没有拍过诶 我要拍那种开 这样的先 我老很安当耶 听咯,好,但是两年没有来开过的 OK,走开了 这个就是两年没有人住过的家 你们在那里有没有开门前讲 Welcome to 的人是 我是讲他开门了,只有当狼罢了 应该不会挂 321 Welcome to 我们的家 很久没有来的一件事情 开谁 开一趟 开门 开门,给送进来 我们的邻居 哈啰 每个人开场都会给你吃 我们拿新甲了 OK吗,这个拍张 OK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拍,我是这样子拍啦 OK,今天咧,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来给大家看看哦 900方匙的这个新甲 到底长什么样咧 对于我的粉丝,我觉得你们是很有钱的 可能你们没有看过小甲 现在我就带你们看看有多小 这个是我们的客厅啊 哎呀,看到完了 就是从这里 到这里 好啊 我们客厅的尴尬呢,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啊 然后外面有一个很好很好的view 你可以讲到好像一个agent那样嘛 哇,这里有个落地锅里 风凉水浪日光明媚哦 现在只用多点成云 这个风景真的很好一下了 其实我们就是看中这个风景 听讲那边就是云顶来的啦 要晚上就会看到它的灯了 很明显的 这个家放了两年 它是什么都没懂 那时候我们买了之后呢 它就已经是有 partly furnished的 所以它已经有aircon了 地砖已经有了的 cabinet就已经有了 还有洗手粉啊 还有灶头 这些都是free的来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foyer 晒衣服啊,放洗衣机啊 看下邻居的屁股啊 看下邻居的屁股啊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空空无野 这是我们的二房 跟死业,你看完了 这样子的样子就是KL的家啦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大房 大房其实也没有很大 只是搞转 然后风景依然 是我大概喜欢的风景 这样子 我自己是喜欢的 就是我早上睡醒的时候 是有光照进来的 我不喜欢暗那种昏天 暗地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就很适合我是觉得 然后我们这边是朝那个热出的时候 所以早上太阳起的时候 是可以看得到的 前提是我要起得到来 哈哈哈 嗯,很简陋的厕所 当然是简陋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装修了嘛 是不是? 而且你看这个门 发毛走 哇,久到发毛走欸 没有阳台啊,这家 耶,House Tour完了 House Tour结束 我们这家呢 老实讲 我们买了两年了 这两年里面 我们完全没有动工的原因 除了啦,这个我们不要讲啦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时间 大家工作有点太忙啦 然后我们 对于装修这个东西 我会是一窍不通 完完全全不懂啊 没有Design Sense 没有Design Sense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哦 我发现900方尺的家啦 真的不懂可以做什么东西 我一看到我就觉得 完了 这到底要讲 你才我是真的不懂 我在小蜂书看那种600方尺 他们弄到好像前二方尺这样子 我是不明白 他们方体是怎样弄的 然后我们就 很普通 经过我们的很不幸的努力 还有朋友和各种介绍之后 我们终于找到一间 Interior Design 是我们觉得 跟我们的想法是很相似的 只要我们不是业配啊 主要就是分享一下 我们从这个雕空两年的家 到金氏金融 终于开始要start的 动力到底是什么 就是找到一个自趣箱头的 一个Interior Design公司 你看很Modern 然后它又有点想法的哦 我们其实一开始聊的时候啊 我还觉得还没有什么信心 因为我们聊了很多家 我们都没有找到适合的 然后后面Auntie我们刚才聊的时候 一讲话我觉得 你们的想法都很相似 OK 反正就是我配先推进给你们 你们可以一直留意我的video 看看他把我家装修成怎样 其实有雷我也是照讲的 让大家看看哦 怎样从一个空空的900方式的家 变成哪一个漂亮亮亮 看起来像2000方式的家 不懂可不可以 所以对于哦 你是不懂怎样装修家的 你们可以看看我这个影片 可能很有可能啊 他们的公司在Bukit交流 从0到100的张秀入定 跳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又迟到了 又迟到了 OK 这个是我们的设计师 是赛斯安 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全部射孔了 不用紧 帮你打马赛克啦 放细细的一条 我冲凉的时候 我冲凉的时候 宣布如果我们随手这样子就按 很容易就按旁边 按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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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Bit Khan 哦 那个叫Bit Khan 对 因为我们现在冲凉看戏 他完全就是 还帮我们想买 然后在冲凉房 放那个给我们看戏的东西 太贴心哦 我一直以为哦 那种小小的东西 像我们自己去买的 但是他帮我们找买链了 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找 有可能就会破坏掉 他整个的设计了 对 我会乱乱找 他最担心的是 我们台酒把你放车哦 放后放到这样多东西 你对 他会可以放酒的 哦 这个中了 这是我们浴室的那个 墙壁跟地上 对 的砖的颜色 但是这个好耶 不用怎么样洗耶 肮脏都看不出 这个有点不适合 因为我们家整个走圆木峰 你突然走一个灰色 像那种商务的感觉 没有 感觉一点点好像 就是 这样子的 一粒粒 然后到时候我们的浴室 就会看起来很宽敞 很干净 很高级的感觉 我看了他的设计的时候才发现 幸亏我没有自己设计 OK 首先 这个是我们的玄关 就是进门的时候 我们刚才进门 你也看到是 直接是看完了 因为我妈妈讲 那个门不能一开 就看到客厅 所以要东西挡住 他连风水都把我们讲好了 风水的问题 然后我们这边就开始走进去了 这个是我们的厨房 这个是厨房 这个是厨房 这次我们的家走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跟设计师讨论了很久很久很久 这边就终于定下来了 叫做七宅风 原木 木色 米色 还有黑色 组成的一个 就是很zen的 进去啊 你就不会想要出来的 那个假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厨房啊 然后这个门啊 是我 门了他们很久 他们 也终于给我找到 很类似我想要的样子的门 这是我们的 吃饭做 吃饭的地方 而且他们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想法 就是你看啊 把我们的椅子做四个完全都不一样的椅子 这个就是设计啊 对 这个就是设计啊 我们通常买椅子都是想着买一样的 不一样的其实也很漂亮一下 我顺便有想到 然后这边他给我们做那个酒柜 就是给我们可以放酒的 然后它后面还有LED backlight 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的全模样 这个脸哦 因为我们不要普通的那种纱布脸 所以要配我们的主题 它就做了那种罗马脸 就是一拉上去 它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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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上去的 就很漂亮的 普通墙壁它讲太mainstream了 它给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 从一个圆圆本本很显的一个四方形的墙 变成一个圆润的墙壁 这是我们的二房设计 有储物可以收纳 收纳的空间 这些全部都是收纳 收纳都跟我们讲好了 这是我们的master bedroom 就是它有做一个化妆的空间给我 就可以在这边化妆啊 穿衣服啊 因为我们家太小了 没有办法有fitting room 但是化妆间是要的 现在有fitting corner makeup corner很重要 阿哥阿哥先给你们看一下啦 我就觉得真的是没有想过 我家是可以变成这样的 可是美不是 是哦 帅哦 你想看你每天在那边冲呢 我觉得找ID最好的哦 就是 呃 我们不会设计嘛 他们会设计 然后另外就是哦 就算我们会设计啦 我们也不懂得说 我们要用什么brand的磁砖 我们应该用什么色调的磁砖 浅一号 深一号 然后这个颜色又搭配哪个颜色 什么转的 然后就是很多就对了 然后对于我们是完全不懂啊 我们真的是 不懂怎样下手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家才会拖两年 OK 记录一下这是我们第四次的一个meeting 然后我们下一首 就可以出一个真正的最finalfinal的3D图 然后就可以开始准备cer工事 跟management那边拿permit 然后就开始装修这样子的 很期待呦 很期待呦 我的家 我终于可以住了 这个是最开心的 好